大家好,又到了周末,周末就聊一点搞笑的事情 请一阵马宝国老师在网上红的时候 我搞到了马老师的巨著《我在英国教功夫》 这本书当时在京东的售价是人民币22块4 现在京东当当等网上书店已经没有货了 我去网上的二手书店看了一下 价格都在200左右 最便宜的卖180,最贵的卖250 瞧瞧这数 想不到马宝国老师的书也成了理财产品 前提是你得卖的出去 花250买马老师的书 应该是图个数字极力吧 其实马老师这本书还是挺有意思的 里面有他儿时的照片 看起来还挺可爱 里面还有马老师在解放军吹石班杀了三年猪时候的照片 看起来也是一个精神小伙啊 里面还有马老师当时解释的什么是武德 头一条就是爱国爱民 遵纪守法 看来零几年的时候还没那么提倡爱党呢 马老师在他的书中还透露 他还有一门绝技叫做点穴 而且他的西方洋人弟子也深信不疑 洋人也有傻逼的嘛 对吧 可惜啊 马老师还没来得及在大众面前展示他的点穴绝技 就已经被封杀了 而马老师的这个点穴绝技 让我想起了民国时候的一件事 看过我频道节目的都应该知道 民国时代的传武者是有一帮军阀和文人搞出来的 而在这一帮军阀中最信传武的也就是冯玉祥的西北军 他的西北军甚至搞出了什么十三太保五虎上将 而冯玉祥的十三太保很多都继承了他喜欢倒戈的传统 比如说石右山和韩复举在1929年就倒戈投靠了蒋介石 而韩复举搞到了一个山东省主席的职位 一直在山东执政八年 这个搞笑的事就发生在韩复举执政山东的时候 1933年西北军系统的29军取得了洗风口大捷 而这次大捷直至今日还有很多传武大师们吹嘘他们的前辈 去29军叫29军刀法之后才战胜了日本人 而事实上这次大捷是一次偷袭 时任29军腰洞九旅旅长的赵登宇 趁日军休息的时候带领守枪队 用手榴弹开刀用大刀补刀取得了这一次大捷 而在中国国防部的网站上也有赵登宇的女儿对这次战役的回忆 很多日军在睡梦中就已经被砍掉了脑袋 但是在当时由于宣传的原因 很多人都觉得是大刀的功劳 同是西北军出身 对船武深信不疑的韩富举也是这么认为的 于是在1933年的4月16日 他在申报发表了一篇简讯 说他将拨款五千大洋 以招揽会飞檐走壁点穴的武林高手一起抗日 他将以国事之礼代之 到了1933年的4月20日 申报又刊登了更详细的新闻报道 说这次山东招揽会飞檐走壁点穴等等绝技的武林高手 不限省级不拘之隔都可以来 来往的路费和住宿费都由山东国术馆承担 如果被选中还有奖金跟奖品 这次招揽活动将于1933年5月14日开始 这份广告不但刊登在申报 在全国各省的知名报纸上也有刊登 结果到了5月14号 只有各省的国术馆有一些运动员来参加举行的比赛 传武大师们一个都没有出现 究其原因应该是1928年中央国术馆举行的国考大会 和1929年的杭州国术游艺大会上 那些吹流逼的传武大师早就被打得屁滚尿流了 这应该是封建帝制结束以来 规模最大的一次武术打假活动 上一次有记载的武术打假活动 是明朝的抗窝名将于大游上少林寺打假 在这样的背景下 传武大师们肯定是不会去出席韩副局举办的招揽大会了 难道再去被山东国术馆的小伙子们暴咒一顿吗 他们不去不要紧 反正名声已经臭了 但是韩副局就倒了大霉了 被文人们在报纸上尽情的嘲讽 比如就有人在报纸上嘲讽韩副局 说他像求仙访盗的小孩子一样 相信世界上有这么神奇的人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这么神奇的人 那么就只能是中华民国万岁了 同时他还给韩副局出主意说 与其去找这样的人 还不如被一些乡族 求二郎神跟孙悟空下界 盗授金枯棒一挥 笑天犬一叫 七千万倭寇进入狗府 岂不直接了当 当然了 也有人在报纸上嘲讽传武大师们 比如说这位叫做纪平的作者 就在天津的议事报上写道 希望全国水汉两路的英雄都跳上火车 快点去山东 一起为抗日出力 休要辜负了韩主席这番热心 等大师们都到齐了 就组织一个小分队 趁夜潜入日军军营 把日本兵都点穴定住 然后大刀队上前 直接把他们砍了 这样预计在中秋节之前 就可收复失地 赶出日本侵略者 不得不说 民国时代的文人 开启嘲讽来也是挺狠的 在这样的嘲讽下 传武大师们都忍住了 他们更狠 而这个时期 传武大师们在干什么呢 他们在出书挣钱 比如说民国21年 也就是1932年 就传武大师出了一本 点穴法 真传秘诀 在这本秘诀中说到 要学会点穴 要分三步 第一是认穴 就是认准穴位 第二是寻颈 就是记住 什么时辰 点什么穴位 而最关键的是第三步 要练止境 练到用手指 可以把石头 搓成粉末 把铁板 搓出洞来的时候 你的点穴功 就成了 等等 这样的功法 我见过 这不就是北斗神拳吗 袁哲夫 是不是也看过 这本秘诀 你手指都能搓穿铁板了 还管什么穴位 直接搓头 不就行了吗 而这本书的编写者 叫做 惊涕声 我去旧书网 看了一下他编写的书 有什么弹腿 太极拳谱 暗器 最搞笑的 还有脱胎换骨 藏身之术 也不知道这位大师 现在还健不健在 所以民国武林 也是挺有意思的 吹的流逼 不比今天少 可惜 几次国术大会 就把他们弄得原形毕露 这都八九十年过去了 如果还有人相信 高手在民间 只能说 他的认知 还停留在二三十年代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最后送大家一个彩蛋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 天山武林大会 那一期节目吗 我在那一期节目里面 给空同派掌门 白一海的招式 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 西门庆 亮山 接下来的彩蛋 就是关于他的 他也是上过央视的人 下一期 我就会讲一讲 他们这个搞笑的门派 空同派 如果大家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然后再来 请订阅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就会去门派 的 Market 打开小铃铛 就会去门派 打开小铛 中心 好 这一道 是 那一道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